牙周炎的患者 一类患者会反复询问,可不可以通过治疗来保住这些牙齿,另一类患者喜欢脱自觉,问可不可以等牙齿自行脱落,前一类患者上算积极,亡羊补牢,后一类患者略显消极,掩耳盗铃,我们牙医并不是所有松动的牙齿都一律拔除的,首先要判断松动的程度,三度松动是最严重的,其次要判断导致牙齿松动的原因,到底是牙周炎的? 外伤,还是根肩炎,肿瘤等等,最后判断牙齿有没有保留的价值,如果没有,才会建议患者拔除坏牙,定期口腔检查真的很重要,末等牙松才后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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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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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